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 在安阳地区耕种的农民 开始陆续挖到一些形态各异的骨头 不久之后 巨大的遗迹出现了 六万件以上的甲骨和牛骨上记载着的 是中国最早有文字出土的朝代 商也叫做银 一九五八年的一天 注定不同寻常 古史学家徐旭生 凭着史书中一落节而下亡一句话 徒步行走在数千平方公里的一落平原上 他苦苦寻觅着史书中 年代最为久远的王朝下朝的影子 河南新政望京楼遗迹 这是考古界首先发现的 展现夏商王朝更迭的遗迹 被砍掉的脚和被钝器打烂的面部 失去下半身或者头部的遗骨 他们都是夏朝的子民 出土的灵区之上 残酷藏匿在白骨的缝隙 曾经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文明曙光 一点点向人们显现出真正的模样 那是一个华丽盛大的时代 阳光赤烈灼耀眼 然而光芒却被一场战争烟幕 黑暗如席来临 谁将代表最终的正义 伊河和洛河并行交汇注入黄河 在伊洛之间曾经有着天下最肥沃的平原 这里是否就是公元前十九世纪至十六世纪 中国第一个王朝下朝都城真寻的所在地呢 河南省衍生市在黄河之流孕育下的二里头村 在村头的一块田地里 考古学家徐旭生看到了许多不寻常的陶器碎片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 在这里埋藏着的许多重大秘密 从1958年发现那些陶器起 开始陆续被人们所发现 发现的古红物也应该表现出 它是一个都城的规模 你还会在那边发现有 乐器 兵器 酒器非常多 还有用绿松石签成的一个笼 真寻静愿是现在二里头文化一致 众多出土的文物向人们展示着 这个曾经是夏王朝统治中心的地下古城 那么在三千多年之前 这里到底是怎样的一派景象呢 汉朝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 曾将夏王朝的建立记载为洪水时代的故事 当没有人可以制止泛滥不休的黄河时 一位名叫大宇的年轻人站了出来 他巡游各地带领群众治水 直到洪荒的大地变为富饶的农田 人们拥戴大宇为王 在一洛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统领四方的核心 夏王朝 公元前十六世纪 夏王朝的统治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了数百年 古老的国都刚刚迎来了一位年轻威武的新王 吕鬼 传说这位年轻的王身材魁武力大无比 夏朝臣民都把他看作是夏王朝复兴的希望 多年之后 这位新王将拥有一个更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 夏捷 登上王位 这是夏捷人生新阶段的第一天 会有新的事情发生吗 这一天 一道命令从王宫传出 原来是夏捷认为自己住的宫殿太破旧了 他需要建造一处属于新王的豪华居所 于是一项夏朝内外最为庞大的宫城开始动工了 这是一座在当时人看来十分高大的宫殿 以至于人们从底下望上去就好像要青岛了一样 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别号 叫做青宫 在如今二里头遗址的地面上 人们依然可以看到夏朝王宫的庞大地基 然而那时的宫殿究竟有多高 究竟是怎样的华丽 现代人也只能凭借着科学的复原图和想象 去惊讶和感叹这数千年之前的气派景象 然而这座宫尾宫殿的修建过程 却并没有给刚刚即位的夏王朝首领夏捷 带来太多享受的乐趣 因为他很快发现 对于修建王宫这件事 夏朝的众多诸侯国既不愿意出钱 也不愿意出力 不仅如此 有些诸侯部落甚至连最基本的纳贡都不愿叫了 这令夏捷在隐约中察觉到了什么 事实上这个数百年前由大宇建立起来的 四海臣服天下一统的夏王朝 在传到了他的第十三代王孔甲的手中时 就已经开始走起了下坡路 夏王朝从孔甲以后 就是好事鬼神 好淫乱 而且一直就没有什么作为 到了孔甲的儿子法的时候 也是没有什么作为 所以说从那以后来 夏王朝就越来越衰落了 夏王朝日渐衰落的国势 让天下众多的诸侯部落们 除了俯首称臣以外 开始有了新的选择 在中央政府并不干预的情况下 诸侯部落开始了一轮又一轮 大鱼吃小鱼模式的吞壁 夏捷即位的时候 夏朝的诸侯们已经在打打杀杀中 度过了将近一百多年的时间 小诸侯被吞壁 大的诸侯国显现出越来越强的实力 夏朝似乎正在这危机四伏的下坡路上 越走越远 夏捷因为要修建新宫殿 而征钱征钉的需求 并没有得到四方诸侯响应 使得他终于警觉起来 在王和诸侯的权力尚不安定的情况下 如何在一片混沌的国家中 提升夏王朝政府的权威 这成了夏捷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然而要想让这些长期独立不听话的诸侯 重新团结在以夏捷为首的夏王朝周围 是很困难的 单单靠道德感化似乎不太可能 夏捷的个性颇为强悍 经过慎重选择 他决定采取武力出兵攻打有诗国 以起到杀依紧摆的作用 有诗国位于如今的山东半岛一带 也是居住在东部地区最古老的宜人部落之一 这里地方并不广大 靠着捕鱼业却有着丰富的资源和财富 选择攻打这里 对于想在诸侯中树立权威的夏捷来说 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强大的夏王朝军队面前 有诗族人立刻陷入了恐慌 作为一个东方部族 有诗士根本不具备与中央政府抗衡的能力 该怎么办呢 无奈的有诗族人采取了古老且有效的办法 他们献出了牛羊马匹以及部族中最美丽的女子 以求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样的条件 夏捷会接受吗 战火弥漫之下 一位美丽的女子来到了夏都 她带着和亲的使命受到了夏捷的接见 也许是为了稳定与有诗士的关系 也许是为给其他的诸侯做榜样 也许是其他原因 夏捷最终决定 娶了这个有诗士首领的女儿 莫喜 在夏捷即位后的十多年里 她不断地使用各种方法 试图稳定已经风雨飘摇的夏朝江山 她曾经罚过一些还被罚游敏市 游敏市是山东省金香县这样一个少数民族 当时她做一个在一次盟会上 这游敏市就提前离开了 结果夏捷就开始去蒸发她 最后就把它灭了 把游敏市给灭过了 夏捷攻打有诗士 通过联姻解决内忧 在诸侯盟会上消灭有民士 树立权威 这些似乎都证明了 她是一位十分合格的统领 在夏捷的努力下 自孔甲地时起 夏朝江山一日不如一日的情况 终于得到了遏制 夏捷也从即位之初名义上的夏朝领袖 转变为真正的夏王 有诗墨喜 眉目清晰 庄泥彩衣 鸟挪飞夕 这是后世人为了形容墨喜的美貌 而写的诗句 然而谁能想到 这样一位美女竟然挑起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备受关注的女货 墨喜是谁 又是什么使得她千百年来被世人所唾弃呢 西汉一位名叫刘相的学者写了一部烈女传 成为了历代女性的必读经典 在这本书里 记载了一百零五位妇女的生平事迹 在书中 《涅壁传》这部分专门记载 《诗德宠妃》的传记里 夏捷的妻子墨喜 被推上了第一名的位子 这位风华绝代的墨喜姑娘 因为一场征伐有诗国的战争 而作为和亲的筹码 被送到了夏捷的身边 然而谁能想到 她从此开始卷进朝代兴替的政治漩涡 成为上演中国历史上 第一场女货的反派角色 人们将她和苏达吉 包四和黎姬一起 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妖姬 美于色 薄于德 从这段文字中 我们所看到的墨喜 似乎是一个年轻美貌 但却不遵守三从四德的女子 自从夏捷在有诗国那里 得到她以后 就一直和这位美人 一起住在新修建的清宫里 夏王朝从孔甲地时代 就积攒起来的各种问题 并不是在消灭了几个不听话的诸侯 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然而此时 夏朝的天下 似乎确实一片太平 在这段时间里 关于夏捷的各种花边新闻 便开始流传千古 根据史料记载 夏捷的这位新婚妻子墨喜 听到撕撤增伯的声音 就会发笑 夏捷就赶紧下令工人 搬来制造精美的伯仇 让他在面前一匹一匹撕开 发出丝丝的声音 以博得墨喜的欢心 为了讨好墨喜 夏捷甚至用玉石 建造华贵的穷式摇台 铸造九池肉林 终日艳影 不理正事 不管是不是女色乱国 此时的夏朝首领夏捷 比起他意气风发的征战年代 确实变了不少 夏捷如此穷奢极尺的生活 当然引起了朝臣的不满 一位名叫关龙庞的大夫 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多次向夏捷觐见 要他关心百姓 可夏捷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竟又建造了一个很大的酒池 这个夏捷 据说他搞了很多酒 用那个酒就留在那 他在酒里面撑船 那这个关龙庞就对他这个 不满意对他见见 你别看这样 他太奢侈了 他根本都不听 关龙庞看在眼里 忧在心里 对于延续了近四百年的夏王朝 将败于酒色而十分着急 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 他决定再次冒死觐见 关龙庞向夏捷 浸现了当年大雨治水的黄图 他希望夏捷能够幡然醒悟 效法祖先 多关心朝政 在苦苦劝谏之后 他故意怒目而视 站立在朝堂上并不告退 夏捷看到关龙庞的样子 心里很不耐烦 他早就对这个叙叙叨叨 竟说难听话的关龙庞厌恶极了 于是就什么也不说 便把黄图扔到一边 将关龙庞囚禁起来 不久就杀了 关龙庞舍命建军的勇气和决心 三千多年来一直是华夏为官者 闻死剑无死战的楷模 后人十分怀念因觐见而造杀戮的忠臣 关龙庞 便将他和被骤网剖星而死的笔竿一同纪念 修建了双中祠 自从杀了关龙庞后 夏捷就开始更加死无忌惮 此时的他正陶醉在自己的武力统治下 变得一片祥和的王朝盛世之中 1984年 在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岗祭祀坑出土的古物 震惊的世人 眼烹人头 断口整齐且灰白的头骨 向人们展示着几千年前来自商族人的残酷习俗 将战败俘虏的头颅放在青铜器中 蒸竹以用于祭祀 敌人的脑壳甚至被骑着围攻聚下来 做成炎酒的酒杯 这正是荣誉的象征 古老的习俗继承于商部落最初的建立时期 商族的历史与夏同样久远 这可最早使用牛马的部落逐水草而举 对武力和鬼神有着特殊的崇拜 安阳这里是商族人定居时间最长的地方 而商族的第一个封地却在如今的河南省商丘市 这里被称为伯 自夏朝孔甲地时期开始 商族的首领们就趁着夏朝风烟四起的时机 不断地以伯为中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到了夏捷即位时期 商族已经和昆吾 维 顾等一起成为了夏朝实力最强大的诸侯之一 但是在夏捷上台后 就连在东夷地区实力强大的有民士也被将了一军 夏捷对这些诸侯明目张胆 扩大自己地盘的行为深恶痛绝 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这似乎断送了当时的商部落首领 子主鬼继续壮大商部族的梦想 子主鬼是一个看得清形势的人 他一看风头不对 立刻停止了对夏朝政权的挑衅 在子主鬼当政时期 商部落再没有吞并过其他的小部落 而是继续在夏朝都城的东面 默默地发展着自己的势力 然而这个略显保守的商族首领 却有着一个意气风发的儿子 他的名字叫做成汤 也被后世人尊称为商汤 商汤刚刚即位 就一改父亲之前的政策 重新开始了势力的扩张 此刻他的目标 不仅仅仅是要壮大自己的部族 更是要图谋整个夏朝的天下 为了实现目标 商汤积攒的实力 他施行人政发展与东移各部落联盟之间的贸易关系 不断扩大着商部落的地域范围 商部落的发展逐渐引起了夏捷的注意 就在夏捷决定观察着商汤下一步举动的同时 商汤向诸侯宣布了自己将要成亲的喜讯 他选择了与东移实力强大的有身士结为同盟 作为商族部落未来的领导人 商汤的婚姻自然要有利于整个部落的发展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场婚姻会影响他乃至后世的一个王朝 女方带着嫁妆出嫁 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婚嫁风俗之一 在如今夏商时期各处遗址的出土文物中 人们也大致可以了解到 在那个时期贵族婚嫁所用的各种华丽器物 商汤和有身士的女儿在两个部落的操办下 举行了一场十分隆重的婚礼 有身士女儿带着琳琅满目的陪嫁品 来到了商汤的身边 在这些物品中除了有当时最豪华的马车 玉 薄 皮等等 还有一样在现代人看来极为特殊的财产 奴隶 在夏朝末年 奴隶只是贵族的附庸和财产 地位十分低下 然而就是在这些负责有身士女儿日常杂事的奴隶之中 一个在厨房里做饭的厨子 将会成为帮助商汤实现灭下大业的最大功臣 清宫里的夏捷怀抱着美人墨喜 天下无事 一切似乎都幸福而安逸 然而夏捷绝对想不到 从她的祖先手里就开始潜伏的巨大危机 正在一点点向她袭来 新的势力正在酝酿着一场化时代的征战 公元前十九世纪 大宇建立的夏王朝 在接下来的数百年前一直称霸中原 直到他受到诸侯补俗的挑战 夏朝宫殿内 夏捷指挥军队四处征伐 使得原本走下坡路的夏朝 慢慢走上正轨 诸侯渐渐服从于这可新君主的统治 古老的国度迎来了王后墨喜 然而这却不是唯一的改变 夏部图的东边 年轻的部落首领商汤心怀壮志 他统治下的商部落正悄然成长 旧王朝的腐朽不断让整个社会经历着震痛和流血 商和夏的对抗只是时间问题 战争正在悄悄愈酿 而这场战争将彻底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当人类告别了如毛隐穴 告别了原始的狩猎采集 而过渡到农耕时 烹饪便随着人们味蕾的刺激而兴起 经过一代代华夏子孙对美味的追求 一道道精美的菜肴应运而生 形成了今天威为壮观的中华饮食文化 酸 甜 苦 心 咸 在中国人的厨房里 某种单一味道很难独自呈现 五味最佳的存在方式是调和以及平衡 这使得中国菜的味道千变万化 也成为了中国历代厨师 不断寻求的完美状态 然而谁能想到在三千六百多年前 五味调和的理论却诞生在商国都城 一个在小厨房里忙碌的年轻人信中 在《吕氏春秋》中 有一卷专门写天下美食的本位篇 记载着我国最古老的烹饪理论 这本书开篇就提到了一位人物 他就是被誉为中华厨祖的伊尹 然而这位厨师界的祖师爷 出身却并不如他的名声一样光彩 伊尹在年轻的时候 只不过是商汤的夫人 有身士的陪嫁奴隶 终日在厨房里 坐着与蔬菜粮食作伴的活计 伊尹作为嫁妆 随着有身士女儿来到了商汤的身边 负责起商王盛汤的饮食 在有身士女儿带过来的众多下人 和奴隶之中 伊尹除了做饭外 似乎也并没有其他出众的才能 但是这个身为厨子的年轻人 却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他一直苦苦等待着 可以指点江山的机会 一个做饭的奴隶 该怎样才能引起商王的注意 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呢 伊尹把目光放在了商汤的饮食上 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伊尹精心制作了一道佳肴 商汤品尝后果然非常高兴 便叫来伊尹向他询问烹饪之术 饭菜做得可以入口 是几乎连小孩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做菜时注意咸淡 讲究选料和火候 调味得当恰到好处 使得五味调和得到菜肴最佳的滋味 却不是人人可以办得到的 伊尹就这样 以烹调五味为引子 告诫商汤不仅烹饪要有耐心 掌握火候 若要想夺取整个天下 也需要将各个诸侯部落之间的利益 相调和 用同样的耐心等待战争的最佳时机 五味调和 看似简单的道理 却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想 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 治国既不能操之过急 也不能松弛懈怠 只有恰到好处才能办好 史记音本记中就有着 富鼎祖 伊尹以滋味睡汤的记载 五味调和的理论从此流传开来 不仅成为后世中华美食 数千年不变的指导思想 也震惊了此时顾不上继续品尝美味的商汤 即便是在公元前十六世纪 人才也同样是最为宝贵的资源 通过伊尹的谈论 深受启发的商汤 发现面前的这名奴隶身份的厨子 居然怀有惊天伟地之才 顿绝相见恨晚 伊尹的财气 商汤的宏图 很快使得这两个身份悬殊的年轻人 不谋而合 但是在有着极为森严的 等级制度的奴隶社会 即使是一个诸侯的领袖 想要把一个陪嫁奴隶 提拔成类似军事总参谋长级别的人物 也并不是件容易事 就在商足国里蒸蒸日上之时 关于伊尹和商汤 军臣不合的消息却流言四起 甚至散播到了下都征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间谍是使用各种手段隐瞒身份 从敌对方刺探各种情报 或进行破坏活动 以此来使其所效力的一方获利的人 用心计扭转乾坤 以暗战改变历史 这个职业引发的情报战争 几乎贯穿着整个人类历史 一代代间谍 前赴后继地延续着远古时代 流传下来的秘密战争 早在春秋时期 孙武所写的孙子兵法中 就针对战争中的间谍行为 进行了专门的记载 孙武还提出 进行间谍活动 要任用具有高智商的亲信 如果高明的君主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兵折 鬼道也 孙武的思想直到今天也没有过时 政治和军事名誉 永远充斥着 智谋和轨迹之间的较量 那么中国最早的间谍 究竟是怎样的呢 西音之星也 一智在下 孙子兵法中的这段话 说的正是公元前十六世纪 伊尹曾经在夏朝做间谍的事迹 伊尹也因此成为了 我国古代战争史上 最早的间谍之一 在夏王朝统治危机中 伊尹认识到民心向背 对一个王朝统治的重要性 针对夏节崇尚武力 清视德制 使得夏朝子民不堪忍受的现实状况 伊尹上任后 对内清政和民争取广大民众支持 对外诗人伐暴 促使各国各部落归心于商 此时夏节的武力统治 正好成为了商汤 实行仁义之举的参照系 虽然在战略上取得成功 但是商汤在实力上仍处于势势 商市夏的蜀国 原本只占有方圆七十里大小的地方 在政治上军事上 均处于不利地位 那么如何化势势为优势 转弱为强呢 在那个交通和信息传播都极其不变的年代 商汤对于夏王朝内部的各种状况都不是很了解 这时候 灭夏还只是一个设想 能否达成何时行动 这是商汤所面临的现实大问题 夏朝究竟有多少军队 装备如何 夏王朝的内部是否团结 灭夏的突破口在哪里 这些都需要深入了解和全面掌握 才能齐开得胜 而获得这些信息 就需要一个合格的人员去下朝刺探虚实 一个间谍大师 必定也是一个深谙人性奥秘的睿智者 忠心 头脑清楚 善于随机应变 能分析和判断情况 派伊尹前去 不仅信得过 成功的希望也最大 为了增加伊尹背叛商朝的可信性 商汤和伊尹共同想出了一个计谋 不久 关于商汤和伊尹 君臣不合的消息 开始被到处传扬 甚至散播到了夏都征巡 原来商汤用弓箭把伊尹射商 还派商的众多士兵到处挤拿他 这个厨子出身的大臣 只能带着剑商逃到夏朝都城征巡 向夏捷诉说商汤的暴虐 并表示他已经和商汤决裂 愿意结成为夏王朝服务 由于夏朝早就传起了这样的消息 现在又有伊尹所付的建商为证 所以这场苦肉计 很成功的就让夏捷信以为证 夏捷也听说过 这个会做饭的奴隶的传奇故事 想到伊尹应该确实有些才能 就任命他做了夏朝政府的一个官员 此时的夏捷根本没有想到 这个人的来到会是灭夏行动的开端 从如今无数部和间谍有关的电影 电视中不难看出 在任何时候当间谍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仅要精通当地语言 有高超的沟通技巧 还需要高超的情商和智商 伊尹在夏朝详细地考察了 夏朝的民情和人心相位 为了进一步了解夏王朝内部的机密信息 伊尹还用重金收买夏朝重臣 然而收买重臣只能了解一些政情 关于最高统治者夏王杰的信息 又该如何获得呢 很快伊尹就将自己的势力发展到了夏捷的身边人 那就是夏捷的妻子 莫喜 可是夏捷和莫喜在清宫中日夜饮酒作乐 为了博取莫喜一笑 夏捷不惜浪费多少博锦 他们的关系不是很好吗 得到夏王如此多的宠爱 莫喜怎么还会帮助伊尹 为商国偷送情报呢 在河南省极限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 曾经出土过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 人们在竹简中发现了一部春秋战国时期 魏国的史书 上面记载着夏商西州一直到战国的年代和大事 这本史书名叫竹书纪年 这本书为我们揭开了一个真相 在伊尹来到夏朝的三年以前 发生了一件事 彻底改变了夏捷和莫喜 如交四期的关系 在金本诸书纪年上也记得 就是夏捷 他罚那个边缺的少数民族 山民们呢 就给他进了两个美女 进下了两个美女 一个叫婉 一个叫盐 这两个美女 这个进下了夏捷以后就非常得宠 但是这个夏捷肯定他也喜心厌旧啊 所以就非常得宠 这个莫喜呢 那么就受到冷落了 而且这个时候呢 刚好这个遗影就到那了 夏捷有了新的美人陪伴 只好在落水边的清宫摇台里独守清灯 敏山市女儿的到来 使得夏捷和她的一切都成为了往事 不能再提 曾经的拥有 曾经的美好 此刻都成了过眼云眼 时光飞适 夏捷始终没有来看她 被冷落和抛弃之后的墨喜 产生了极强的报复心理 她的满腔急火 很快就会燃尽夏朝江山 在冷清的宫殿里等待夏捷的墨喜 此刻等到的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伊尹 这正是说服墨喜的大好时机 伊尹设法接近默契 开始对她宣扬着商汤的贤德 并说出了自己左伤灭下的计划 也许是为了给无情的男人一个报复 也许是希望夏捷回行转意 也许 对于他们当时的对话 我们知之甚少 而史书也只有只言片语 在竹书纪念中这样记载到 墨喜事已与伊尹交 遂已见夏 建夏这个词语让人们肯定 伊尹和墨喜 这两个抱有不同目的的人 最终达成了一个协议 一个让夏捷一无所有的协议 一个将墨喜推上了红颜祸水排行榜防守的协议 墨喜成为了伊尹 在夏朝间谍网络中最为重要的一员 从此之后 墨喜不断地把夏朝的机密情报都送给伊尹 在夏朝大臣和墨喜的帮助下 伊尹成功编织出一张网 这张网不仅向伊尹提供夏朝各方面的情报 还将商汤的美德传扬至夏朝民众 臣子甚至诸侯国那里 伊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 在夏捷的身边安插了无数的钉子和眼线 通过他们提供的情报 坐镇博都的商汤 逐渐对于远在珍寻的夏朝宫廷和国内的情况 了如指掌 这也成为了商汤出兵伐夏的重要情报依据 西阴之星也 一至在下 伊尹的这段卧底生涯 对商灭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连孙子兵法都对他赞赏有加 明确地把汤用伊尹列入用剑 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早用剑的典型范例 伊尹在夏朝卧底三年后 又毫发无伤地回到了商国 给商汤带来了一切具备 只欠行动的好消息 现在夏国这是什么样呢 那就这个夏节 就战争 经常发动战争 经常做了很多大型的宫殿 是老百姓的民尼 率接夏民 老百姓民尼貂尽 所以说现在法夏国确实是时候 此时得到好消息的商汤 并没有直接公开与夏朝对立 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干掉那些 还终于下节的部落盟国 为此商汤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号 奸若宫妹 取乱五王 意思是奸并那些实力弱小的部族 攻打那些昏昧的不听话的部族 衰败混落的部族 就直接把他消灭掉 而第一个被商汤描上的诸侯部落 叫做葛 公元前十六世纪 史集记载与传说神话混杂 人们对于最初的两个朝代 夏商的记忆飘忽 碎片残缺不全 传说夏王朝末年 人们在黄河边上看到 同时出现了两个太阳 东边的太阳光芒四射正在升起 西边的太阳暗淡无光正在没落 东边的是阴商 西边的是下 奇特的天象成为预测着 赏兴王史诗的序曲 但是书写历史的 却绝不是这一简单的天象 在夏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 商国首领成汤早已经野心勃勃 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欲取而代之 新旧王朝的交替将经历一场生死决战 一个小孩正走在去给庄舰人送午饭的路上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成为一场战争的导火索 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 三千多年前 这里曾经生活着一个繁荣的大型部落 葛 然而这个以擅长歌舞而著称的部落 却在留下了许多人骨残骸和残垣断壁之后 忽然之间成历史中消失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国之大事再似于荣 夏朝末年 人们早已把祭祀祖先看作是头等大事 不祭祀上天是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但是葛部落的首领葛伯偏偏就不在乎这个 葛部落毗邻商都城博的西边 这里自然成了商汤的心腹之患 商汤打算以葛伯步行祭祀的礼仪为借口 管一管葛国的内部事务 他愁准了机会派人前来责问葛伯 葛国虽然只是一个小的诸侯部落 但是他和商都陈属于夏朝 因此商国并没有来干涉葛国内政的权利 就派他的国人来帮助葛国人及死祖先 同时帮助他们来耕作土地 这些来耕地的人的话 还得又商谈望的派人来怂反 其中有一次就是 来怂反的一个小孩儿通知 葛国人的话 不禁把他的饭子给敲了 还把他吐司撒了 历史上的葛伯就是这样 作为一个不祭祀先祖冤杀儿童的首领 他葬送了自己的国家 给后世留下了一段 记载在史书中的消逝的文明 孟子一书给这段历史 起了一个有趣的名字 葛伯愁祥 孟子就说 征东方说西方院 征南方说北方院 就是你为啥不来 先打我了 就老百姓都希望商谈先过来 救他解明以道歉 但对于这葛伯来说了 是不是这种情况了 有些人就认为他是找茬 就是故意找一个借口 我去打你 把你消灭了 葛伯的做法 为商汤发动的这场战争 提供了一个正义的借口 在诛杀了葛伯王族子孙之后 商汤打开了通往下朝国都的第一个门户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商汤在灭了葛伯之后 又一鼓作气 在一年之内又发动了两场战争 先是以有洛士族政府昏溃腐败为由 灭了有洛士 接着又把矛头指向了京 经过一看商汤来世凶猛 直接投降了商国 商国地盘不断扩大 这不是根本没有把诸侯首领 夏国放在眼里吗 夏捷终于恼怒了 但是他也很清楚 商汤之所以如此嚣张 正是因为他的背后 是已经十分强大的商族 他的实力 已经和夏朝的中央政府不相上下了 如果夏和商此时展开巅峰对决 即使勉强把商给灭了 那么夏朝政府也会元气大商 最大的受益者将是其他比较强大的诸侯 比如昆吾国 欲望相争 渔翁得利 夏捷明白这个道理 他必须十分谨慎地处理这件事 这一年 夏捷一面发动九仪之师 做好对商的军事准备 一面照令商汤到夏都觐见 商与夏还没有正式的对抗 此时大王召见诸侯 商汤并没有理由拒绝 而如果不去 那夏捷发动的九国部队会立刻围攻商国 但一旦到了夏都 自己就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去还是不去 商汤还没有下定决心 土的金魂 水的智慧 木的敦厚 金的高贵 火的赤力 在能工巧匠的手中 形成了一种完美的造化 君慈 民间素有 黄金有价 君无价 家有万贯 不如君慈一片之说 在唐代 因为朝廷命优秀工匠 在河南宇州城的军台附近 设官窑 烧造宫廷用词 因而起名为君慈 君慈的名声传遍了世界 但是知道军台来历的人却不多 这里最早曾经是夏朝创立者 大禹 赵令诸侯 举行开国大典的地方 被称为夏台 军台 到了夏朝后期 这里变成了夏王朝 关押犯人的地方 因此也被称为 中国第一座监狱 迫于夏捷的军事压力 商汤最终决定 拿自己的性命 去换取商部落 安全发展的机会 夏捷并没有杀他 而是将他作为人质 关押在了河南宇州的军台 在军台一间幽暗的小屋中 商汤度过了他生命中 最难熬的一段时光 夏捷并没有释放他的意思 壮志满怀的商汤 也许就要在这座监狱里 度过下半生了 他只能在黑暗中 苦苦等待着逃出机会 他也不知道这一天 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此时还在商国的伊尹正忙碌着 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 营救商汤的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还需要商汤的配合 由于曾经在夏朝从事间谍活动 伊尹对于夏王朝的一切都十分熟悉 没过多久 他就买通了看守 获得了一次秘密探视的机会 没过多久 夏捷就收到了作为人质的商汤病了的消息 据说商汤的病情发展很快 不久就病入膏肓 奄奄一息 被伊尹收买的官员立刻向夏捷提议 放掉商汤 让他病死在商 并趁机让商交出已经占领的地盘 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既卖给商一个大人情 还对夏朝的统一十分有益 但夏捷并不满意 他认为仅仅让商汤 交出刚刚占领的地盘 并不能改变其实力过大的事实 要想让商国受到教训并遵守本分 夏捷最终提出了一个 十分苛刻的条件 他要把商族的地盘缩减几倍 划定在方圆七十里范围之内 出乎意料的是 伊尹竟然爽快地答应了夏捷的要求 被关了一年多 并且已经病入高荒的商汤 就这样被伊尹等人抬回了家 商国多年来的征战结果都重新归零 国家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阶段 然而令夏捷没有想到的是 并入高荒的商汤回去以后 立刻奇迹般地恢复了过来 原来伊尹的那份需要商汤配合的计划 就是让他装病 商汤回到了自己的商部落 正是一个改天换日化时代的开始 商汤的装病策略成功后 他并没有遵守夏捷开出的苛刻条件 回到商部落的他 又一次开始着招兵买马 伊尹为商汤出谋划策 他们的策略是先弱后强 逐个剪除夏捷的羽翼 各国仅仅是一个开始 从商部落的地域向西推进 维固昆吾三部落 正是夏捷在河南东部地区的 三大防御之中 如果商汤继续贸然和挡在他前进路上的某个诸侯开战 很可能会引起夏捷的联合绞杀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他的智囊伊尹为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找查 先拿昆吾市的小邻居 位于河南温县一带的温族部落开刀 惹怒昆吾市让别人先动手 不久感到威胁的昆吾市果然决定讨伐商部落 然而这时 缩下地盘并不大的商汤却突然雄起 举行了声势颇为浩大的景豪之会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商汤和东夷的许多部落联合起来 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同盟军 共同对付昆吾 眼看商汤的军队就要遗进昆吾国 但是夏朝政府此时却始终没有出来干预 夏捷为什么不和昆吾 为富等夫侯联合起来对付商汤呢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夏捷要是这样做 似乎挽救夏朝还来得及 夏捷统治中心里 夏捷有着自己的算盘 他打算让昆吾市和商汤争斗 不论哪一方失败 对于夏朝来说都是有利的 然而夏捷并不知道 此时的商汤远没有他想象的 那么简单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商汤的商国地盘只剩下了七十里 但是他的盟友已经变天下 商汤把自己强大的实力 隐藏在了无形之中 景豪之会向夏捷暴露了商国的实力 看到昆吾市不是商的对手 夏捷立刻号召在商汤北方的维和固出兵 对商汤施加军事压力 此时夏和商的实力 正向逐渐失去平衡的天平 夏捷悠然自得地以为自己的砝码还很多 但是他却不知道 商汤已经如一颗千斤秤脱 夏朝的寿命即将到期 然而现在还需要一件事 来打破目前这看似胶着的状态 伊河和洛河相互交汇于 河南省演示室的西部平原 三千多年前 这里不仅是夏朝国都的饮水攻击 更是保卫夏都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夏旅鬼五十三年 根据我国夏商州断代工程的推断 这一年大概是公元前1600年 一场罕见的干旱席卷而来 伊河和洛河的水位迅速下降 珍寻失去了一个天然的地理屏障 国语周语上这样记载道 西伊洛杰而夏王 这时的商汤已经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违固部族 并攻灭夏捷最后一个支柱 及实力较强的昆武 在商汤完成了对夏捷的战略包围后 与夏进行总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伊尹在夏朝的间谍活动 使得商汤对夏朝状况及中原地形十分熟悉 夏捷的防御重心都在国都以东 伊尹说那不如我们就迂回了 迂回到他的西边 夏的西边 然后去把冰山的法家 夏捷的路线是从西边过来的 河南新政望金楼遗迹 这是考古界首次发现的 展现夏商王朝更迭的一迹 这里正是夏朝末年 由东南方拱卫都城甄巡的一座军事重镇 在这里发现的大量人骨残骸 定格了那些来自遥远时空的人 死亡时的惨状 诸多非正常死亡的遗骨 向人们展示着战争的残酷 他们都是夏朝的子民 出土的灵虚之上 残酷藏匿在白骨的缝隙 谁将被放在历史的刑架上 反复拷问 而谁又将代表最终的正义 商汤的军队浩浩荡荡向西进军 攻下了不少下国的城池 他们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 就渡过了将要干枯的伊河和洛河 到达位于今天洛阳市东面的下渡 在进攻之前 商汤又一次举行了表明自己 师出有名的祈祷盟室 天上的太阳什么时候才会灭亡 我愿意和你同归于尽 今天的人们常用着这句话 来形容夏朝百姓对于夏节的诅咒 然而事实上 这句记载在上书中的话 却是出自即将攻打夏朝中心的商汤之口 夏节仓促应战 吸出抵御汤的进攻 夏节的军队和商汤军队在明条山一带 也就是如今的河南省新乡市 丰丘县东面展开最后的决战 夏节陈兵于明条 希望借助黄河天险挡住商汤 然而此时的夏节已经一无所有 没有了九一军队 也没有了其他诸侯部落的帮助 明条这件事非常简单 就是夏节已经没有不堪一击了 未接任而走 就没有交锋 就马上败走 因为他的力量悬出非常大 于是他最后了 说是在夏本纪里面说是放允南朝 商汤涅下的革命之后 中原大地上征战不断 中国历史也从此开始了将近四千年 相继不绝的朝代云 太阳了 后辞翅啊